魔改火爆辣椒PK赛 请选出你们心目中最强火爆辣椒 第四位参赛选手 无名版 无名版火爆辣椒需要125阳光 对僵尸造成1800点伤害 新增技能 冰火两重天 火爆辣椒自然爆炸后 有概率立即冰冻 本行外的全场僵尸 又是一个探紧的植物 除了欧皇玩家 应该没有人会给他投票吧 第三位参赛选手GK版 GK版恶魔辣椒需要150阳光 对僵尸造成1800点伤害 GK版恶魔辣椒也有一个诅咒技能 对有负面效果的僵尸 造成额外900伤害 第二位参赛选手 蟹版 蟹版火爆辣椒需要150阳光 爆炸后生产一个黑色阳光 在蟹版黑色阳光的效果时 一次性植物伤害提高 灰烬1200变5000 寒冰菇二技能伤害300点 在有黑色阳光的情况下 伤害变成600 即伤害和辅助一体的火爆辣椒 你会给他投票吗 嗯 第一位参赛选手 一板支线 一板支线火爆辣椒 需要225阳光 火爆辣椒自带樱桃炸弹 和土豆雷 能对僵尸造成5500伤害 比论上是火爆辣椒中伤害最高的 那问题来了 哪个版本的火爆辣椒 是你们心目中最强的 是因为这种火爆辣椒 被订阅 这种火爆辣椒 有烧椒